一夜激情让对方怀孕 最后却选择拿掉 这对小生命多么残酷啊 这名30岁万气男子 在公司担任高阶主管 因为人脉广和一名气质出众的主女认识 两人单身未婚一拍即合 不久就发生性关系 女方因此怀孕 但他们讨论后决定拿掉小孩 结果女方从此身体虚弱 必须常去医院看诊 可是她看病时 她没有时刻陪在她身边 还拿出一堆理由说没空 这让女方值得很不公平 都闹出人命了 你怎么还不负责呢 她气得要她拿签出来解决 突然就发运箭 她认为被恐吓吓到提告 地检署开提时 女子表示 当时因为小产又吃药 心情不好才会说气话 后来双方达成和解 她撤回告诉 女子最后获得不起诉处分 请你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